我要退個車吧 這個是他退下 他每次都帶我們去買菜 看看咖啡吧 穿著休閒襯衫 玩起袖子 與老婆邊逛邊討論購物清單 退休後四處走走 是人力於最享受且珍惜的日常 你要問我的 你退休以後怎麼樣 我說輕輕鬆鬆過日子 確實是這個樣子 我滿喜歡到菜場去的 我滿喜歡買東西的 然後像這種人也會去 有時候去看看 參觀一下啊 對不對 故宮啊 博物館啊 結束53年氣象預報生涯 從銀光幕前回歸家庭 人力於笑說其實每天 人會關注氣象資料及各台播報 9月歷經颱風來襲 也讓它格外有感 像這次颱風我完全在家裡 不像過去我一定 一定是不會在家裡 像過去來講 風風雨很強的時候 家裡也淹過水 但是那個時候我通通都不在家 颱風有時候 我甚至還要住在這邊 氣象局的時候還完全不能回家 但是在我來看 我就是做這個工作 這是我的責任吧 不管多辛苦 總是要把它做好 連續兩天給我們帶來 非常大的這種降雨 陪伴台灣觀眾度過半世紀的 台風寒流梅雨季 人力於1993年 從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退休時 已經累計25年預報經驗 隨後又被延覽到媒體播報 我到電視台就是跟著他 我蹲請您到電視台來 往往我們看到氣象預報員 包括現在的氣象的預報 都是很有戲劇化的氣象的時刻 和人大哥做了很多時間 是沒有戲劇化的 風和日麗說什麼 我覺得那就是他開始要接受考驗的時刻 天氣一個長時間都沒有什麼變化 你每天還是要講 你還不能每天千遍一律都一模一樣 老陣友李四端也透露 當年人力於的氣象播報收視率 還超過晚間新聞 可見影響力之大 他總能將複雜的氣象資訊 嚴謹一概 條理分明的傳達給觀眾 有失誤了 我當然會去檢討 然後這個就變成我未來 我判斷的一個幫助 我的一個經驗 但是我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不會一直壓在心裡說 哎呀這怎麼錯 怎麼一直不會 我過兩天我就讓他過去了 這樣子我就壓力就會小一點 真的是回兩家 真的回兩家 還有送我禮物 真的啊 哎呦真的是 退休四個月重回TVBS 親切人力於所到之處都掀起合照巢 閒聊下的氣象精 仍然展現十足專業 他的客人又小又結實 碰到才會中大 歪一點點就不大了 被譽為是最讓人安心的聲音 76歲人力於也獲得金鐘獎 七位評審一致通過 成為特殊貢獻得主 回想半世紀的預報生涯 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喜歡你的工作能夠做那麼長久 人生在世 本來就是做喜歡的事情 就是很重要的 然後又做了一路走來 也都很順順利利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我是一個滿幸福的人 老天我是幫老天爺做事的人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老天爺很照顧 當我開始偷偷地想你 當我開始偷偷地哭起 愛了你的夢 說變成真心狂的情緒 鏡頭靈活切換 呈現天后中會魅宇 現場互動氣氛 帶出高規格轉播畫面 擁有20年經歷的TVBS資深導播陳美兒 轉播阿妹台東跨年演唱會 入圍金鐘獎非戲劇類節目導播獎 第一最基本就是你要把歌曲聽手 然後把每個樂手要表達的 每一個歌曲的節奏自己分鏡 說哪一首歌要拍什麼東西 比如說合音或是吉他或是鼓之類的 那些都要先去做好那些功課 光前製作業就花了三四個月 要深入了解製作單位企劃內容 到練團師看彩排 還要仔細筆記每首歌編排的意義 我最切得你活得怎麼樣 譬如說我最親愛的那首歌 大家都把手機燈打亮 望遠望去真的很美 然後怎樣用我們鏡頭的組合方式 去把現場的氣氛 帶給螢光目前的觀眾 只是Live演出又在戶外海濱公園 轉播工作難免不少變數 像是攝影機位置安排不服預設 總彩排礙於開放式場地 也不能全部到位 譬如說我們那九條視訊 我們可能本來要走什麼 我們就不能讓觀眾全部看完 所以導演主就會把它收掉 我們就要自己去做功課 說其實到這裡的時候 然後要提醒攝影師怎麼樣怎麼樣 恭喜你好棒喔 謝謝啊 這是陳美兒第三次入圍金鐘獎 許多藝人紛紛送上恭喜 看得出她的好人緣 其實除了轉播各大表演 她平時也負責綜藝節目 那我們來可能就是check一下位置 然後跟攝影師把位置對好 錄影前到棚內確認腳本與場步 提心主持人及藝人行走動線 陳美兒在趕回副控室 一雙眼睛要負責緊頂五台攝影機 隨時切換 在副控室還時不時 能聽到陳美兒隨著錄影過程一起笑 全神貫注並且投入 難怪畫面跳街之間聲痛流暢 尤其以跨年歌唱型態入圍金鐘獎 更實屬不易 幕後的敬業成就每個目前精彩鏡頭 把最好的一面呈現給觀眾